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今张云雷出现在德云影视的短视频作品中 让粉丝们惊喜不已 众所周知 自从去年德云影视公司挂牌营业 北纬路甲一号拍摄完成以后一直都没有新的动作 而在6月4日 德云社郭德纲 王慧 张云雷等人 在视频平台纷纷at德云影视的官方账号 透露了德云社影视的最新动作 在视频中 郭德纲带着徒弟张云雷 杨赫通 李赫彪等人 商量如何运营短视频账号 徒弟们纷纷献策 只有张云雷提出 赚的钱得分我一半 网友们也是纷纷调侃 不愧是把钱相慎上的男人 短视频已经播出 也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不得不说 张云雷的表现可以说是可圈可点 在形象上 这个角色就像为张云雷量身打造的一样 身穿长袍马褂 把小书生的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 就是这下恶线特别引人注目 在借宿时 面对意外的声音时 那种害怕和好奇的心态 在短短的几分钟里表现得十分精彩 特别是第一集结尾时的惊悚一幕 把网友们都吓了一跳 虽然被吓了一跳 网友们还是纷纷在线催更 都感觉没有看够 太短了 第二期更新时 张云雷也是特意发布视频提醒大家 晚上看害怕的话就白天看吧 不得不说 第二期加上郭德纲的解说 让网友们更加了解了故事的内容 而张云雷的唱腔也着实让大家惊艳 也更加期待下一个故事 有网友表示 就连曾经追聊斋的时候都没有这么认真 虽然视频是零成本制作 剪辑方面也是非常的粗糙 但这可能也是郭德纲的一次创新 毕竟鬼怪的故事本来就不好配视频 如果演不好的话 观众容易出戏 所以网友们也没有吐槽 更多的是支持 毕竟是零成本制作 而且能看到张云雷 大家就已经知足了 而且看到视频中的木偶 大家也不禁感叹 郭老师真的是喜欢戏曲 一看着木偶就有年头了 长浪慎望极啊 呼出了厌百年华 古道西风声声开 还宝贴他对水谈 这处处不容颜 小女家不团圆 小女家不团圆 其实早在2013年 郭老师就曾筹划 想出版子不语我语 郭老师就曾解释过 因为孔子有句话叫 子不语怪力乱神 意思是人不能谈论鬼神 所以子不语我语的意思就是 你不说鬼神我来说的意思 这几年虽说在某平台的三国 说的也不错 但是郭老师还是逮着机会 就表达一番非常想说 智怪神鬼故事的想法 在如今新媒体视频内卷的今天 悬疑奇幻短剧 要么就是以细节吸引人 观众随着剧情一起推理 要么就是镜头语言 节奏感非常好 气氛让人入戏 令观众欲罢不能 德云社这部短剧 明显是全具备了 而且据说郭老师 已经记录了约上千个 此类故事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